台风来临之前,和平社区居民们和台宁和平厂公司协助台铁和平火车站进行周边环境清洁还有修剪路数 和平村的村长周鸿远他表示,希望透过清扫周边环境工作,让游客到这里可以有更舒适的感觉 17号一早和平村长周鸿远带领者协会的志工们,来到和平火车站前来进行环境清洁的工作 大家拿起扫把来扫除地上的树叶和树枝,希望来维护好这里的环境 我们这次特别结合了这个和平火车站,还有我们临近的厂商台铁及花铃县精密协会 及我们和平社区华权协会的义工,我们共同特别来和平火车站 因为和平火车站它是要进来我们和平的一个门面 那这个车站这边特别跟我讲,就是说希望大家结合我们这个地方的志工 跟民进的一些产业,大家一起为这个和平车站的环境一起打扫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总共出动了大概近60个人来针对这个和平车站这个附近的环境做整理 包含了这个树叶,树枝的一个修剪,一些废弃车辆的一个清除 总共目前为止已经轻运了三台的一个垃圾车 也感谢这一次我们旭林乡公所提供的一些车辆 让我们这一次的清洁工作顺利完成 台湾舍利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厂长长市经理临近树也想应和平村进行修剪路数 来确实做好端倾无垠的工作 这一次因为是村长要求说我们台语来配合和平村这个庆节日的工作 我想这个没有意义的工作 那我们台语企业专门乐意来配合村里的这种活动 那像村里的一些的贵物活动,我想我们会进行来配合 花园用户段和平站站长无成数评 则是感谢和平社区的资工丸和台语公司的敦青木林 这个环境的整理我们非常感谢秀林乡公所 然后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州村长台语公司的以及村民资工 感谢他们来打扫来整理这个环境 让大家的居住的那个出入的品质会非常的好 非常感谢他们 和平村长周辉表示配合政府推展环境清洁工作 和平社区发展协会 雄乡公所和平村办公处 台语和平厂及花林县精密矿产协会等机关团体近50人 相约一起来到和平火车站进行环境清洁打扫等供应活动 对火车站周边区域进行清扫 顺利完成这具有意义的供应服务 记得终于雄乡公道 即使属于雄乡公司的确认 对火车行动 至少人统于雄乡公司的确认